如果選縣市長 市議員之外還有一個18歲的總統 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郭育年輕的不管怎麼樣理由都要該返鄉投票 我想青年是國家的未來 全世界只剩下10個民主國家 18歲的年輕朋友還不可以投票 那台灣作為世界民主指標 我們應該趕快來通過 那這次通過只是讓這個民法刑法 跟憲法都賦予青年相同的責任跟義務 那所以我們希望民主前進第18 所以蔡其昌也呼籲所有的市民朋友 在這次選舉除了支持二號蔡其昌 除了讓民進黨的議員全壘黨 更重要的我們希望大家在這個憲法覆決 這個18歲的同意權這一票 大家也投同意 我們讓年輕人一起承擔國家的未來 像你的證件裡面